好了第二个问题 母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相互之间 持有对方长期股权投资的 投资收益的抵消 这句话什么意思 说的比较乱 那就是我既然买你的股权了 封你了 那我的长头与你的所有的权益 是不是抵消掉了 另外你想一想 那我给你投资合并层面不认 你给我分红 合并层面也不认 所以我就要把投资收益 和被投资方的利润分配抵消 因为被投资方分配股利是 对他来说 第四公司来说 是一个利润分配过程 对我来说 我确认投资收益了 所以我就把投资收益 是不是抵掉被投资方的利润分配 是不是 好了这个方程是借投资收益 带的是就这几个啊 是利润分配的过程 包括提取营养公鸡 还有分配先进股利 注意分配先进股利 在所有的全民党表里面 我们叫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名字别写错了啊 名字不要写错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个这张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有些有些相关名称啊 太长了 写错了还不行 还有未分配利润的年末 你看街坊一个未分配利润年初 带坊一个未分配利润年末 一借一带 一年初一年末 两个提供之后 剩余的是不是就是本年未分配利润的变动额 是不是 你用期末减期出 期末减期出 不就是本期未分配利润的变动额吗 要么增加要么减少 是不是 所以整个呢 代方金额 这几个 其实就是本期所有者权益的变动额 那对应我们的就是投资收益 而如果不是全民主公司 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是少数股东损益 也说我们80% 那么总公司利润分配的80%是我的 20%是少数股东的 这个时候呢 叫少数股东损益 注意了啊 前面长头底所持权益时 底的是所有者权益 所以他用的是少数股东权益 而这地方呢 我们用的是投资收益来提 投资收益 在我们来说是损益啊 所以这边用的是少数股东损益 底的是子公司的利润分配 当然这边呢 我们先把分路基本模式先记住了 就是接方的是投资收益 代方是利润分配的过程 就可以了 具体为什么这样底 因为原因比较复杂 我们等进展办的时候再详细的说啊 好了 然后他看到了金额 投资收益是子公司调整的时候的金额润 乘以母公司的份额 也就是说 还是这个数据 还是这个16 你看 算出这一个数字之后 是不是用了好几次啊 还是这个数据16 请大家注意啊 还是这个16 用这个16 调整之后的金额润 然后乘以 母公司的份额 就是投资收益金额 用这个16 调整之后的金额润 乘以少数股东的份额 就是少数股东存益 这两个简单吧 简单 很简单 但这边有个问题啊 同学们做题的时候呢 容易出 容易想不清楚 或者容易出错 那么这边注意啊 你会发现 这个数字 就是这个数字 而你用这个数字 乘以母公司的持股比例之后 是不是就是这个数字 就是这个 12.8 是吧 16乘以80% 不就是母公司的 母公司持股比例 乘以调整之后的金额润吗 就这个12.8 所以啊 我后续用投资收益 抵这个子公司的利润翻倍时 那个投资收益金额 就是你按权益法 调整子公司长投时 被投资方实现净利润时 你确定的这个投资收益金额 就这个金额 注意啊 就是一个 如果别的情况下 也出现投资收益了 和这没关系 一定要注意 和它没关系 我们要抵抵投资收益 就只有这个 给我记住了 就这个 你只要把这数据 搬到这边来 搬到这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金额又好算了 刚才算了16 添加之后的金额润 乘以少是股东的份额 就是差 然后微分辨率年初 题目会告诉我们 微分辨率年末 在前面 评估增证之后 我们不是算过了吗 是不是 其实它和哪个数据一样 和这个数据是一样的 这不就是在当年年末 抵消时 抵的 微分辨率的年末数吗 当然你可以写个明细 年末 写个明细也可以 那么这地方 微分辨率年末 和前面这个数据是一样的 这两个金额是一样的 然后分配股利 如果题目说了 分配信息股利多少多少钱 是多少钱 写多少钱 提英工期提多少钱 是多少写多少 就行了 那这数据搞定了 好了 一定要注意 数据怎么来的 其中比较麻烦的 就这个 投资收益怎么来的 就是 前面 被投资方向 事件经理论时 我们把成本法 条件一发 那个时候的 分路里面的 那个投资收益金额 直接拿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提英工期 还有这个分配 都是题目里面 会直接告诉你 有你有写 没有就不用写了 而年末数 就这个数字 两个一样的 那就行了 数据怎么来的 定好了 那么金额 写上 然后再看一下 借贷收入平衡 就行了 这是最难的几个调整和抵消 我们其实就讲完了 那么这几个注意 顺序不能乱啊 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在做这几个分路的时候 我们到底一步一步该怎么做 顺序 千万不要乱 这个基本顺序是什么 首先 一定是先调平衡增值 如果有 先调平衡增值 然后第二 到年末了 如果你发现 被推出方 所有的权益方便弄了 这时候就要把成本法 调整权益法 然后再去抵抵 长投和投资权益 然后再去抵抵 投资收益 和利润权益过程 就行了 好了 我们再总结一下啊 第一个 我们看购买日 购买日调整底较分路 它的数据关系 购买日呢 我们应该做两个分路 第一 平衡增值 我们就以公企资产为例 当然这边 如果是存货平衡增值了 那就是基业存货 无形资产呢 就借无形资产 我们这边以公企资产为例 基业公企资产带自购公击 这个金额 是不是就是平衡增值那一部分 然后下一步 就直接是抵长投投资权益 那么这些数据 像股本 盐云空机 微风率 这些金额 题目都会告诉我们 是不是 题目都会告诉我们 你直接用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 前面平衡增值 我们进入资本攻击了 所以这时候 资本攻击会发生变化 如果这边调增了20 原来题目里面说了 资本攻击有100 那你这边资本攻击 应该写个100加20 是不是 另外 因为有平衡增值 所以它也会影响商品金额 有这个时候 我们是用合并成本减去 被投投方可编成金资产的 公运价值份额 是吧 因为平衡增值了 所以公运价值 与资本价值不一致了 那我们得用公运价值 来算商誉 那这样的话 因为平衡增值 所以影响了 这两个金额的计算 然后别的 长头 就是出入投成本 或者叫合并成本 少数公共权益 怎么来的 这几个金额 就借房的几个所有权益 合起来之后 乘以少数公共持股比例 就行了 这是购买日 购买日 总体来说的比较简单 就两个分路 不管什么情况下 就两个分路 不管有没有 什么成本法 条权益法 等等这些 就两个分路 那如果 连评估增值也没有 那就更简单了 就这一个分路 是不是 就这一个 没有别的了 好再看第二 购买日 当年年末的 调整底下分路的 数据关系 这地方就比较复杂了 我们说四步 对吧 但是呢 评估增值 有购买日 评估增值调整 还有就是后续 变动的调整 所以这边呢 我们给它分 两个步骤啊 那合起来 整个是五个步骤 步骤一 先调购买日的 评估增值 然后步骤二 就调评估增值的 后续变动 注意顺序 不要乱 步骤三 把成本法 调成权益法 步骤四 抵长途作用权益 最后一步 抵投资受益 和利润分配 一定要注意 这个顺序 步骤一二 三 千万不能变 一定是按照这个步骤 一二三来的 一旦变了 你后面数据 就没有依据了 就容易算错 所以一定要是数据 按照这个步骤来 那么至于这两个 就是步骤四 步骤五 这两个呢 你先抵谁 后抵谁 其实都不一样 你先抵他也行 先抵他也行 反而这些数据 从前面三个步骤里面 都能找到 是不是 我一般就是 先抵长途所有权益 最后再抵 投资收益 和利润分配 好了 继续 那么看数据 到底怎么来的 首先第一步 因为贫固增值 所以影响了这边 长途所有权益的时候 资本攻击 和商业计算 对吧 这我们刚才说过了 不管购买日也好 还是当年年末也好 都一样 都影响了 那么第二就是 因为有后续变动 后续变动 是不是会影响 我们那个公允净利润 会导致 公允净利润 是小于 账面净利润的 挑的时候 直接使用 账面净利润 然后减去 调减的一部分 就减去这个增加的费用 就可以了 那么在做这个分路时 当承计法 解决于法时 被投资方 实现净利润了 我们所使用的 是净利润 乘以某公司持股比例 那这个持股比例 这个净利润 直接就是 经过前面 评付增值 后续变动 调整之后的 公允净利润 对吧 那继续 那么另外呢 实现净利润 会影响 长期股允净资 分别前提股利 也会影响 长期股允净资 那么这两个 产业股允净资 就会影响 不周四里面的 这个长期 股允净资 看懂了吧 那么另外 它还会影响 未分别利润 因为未分别利润 在算的时候 我们是用 期初的未分别利润 然后加上 本期实现净利润 再减去 盈余公积 减去提取的 提盈余公积 再减去分别的股利 对吧 那么这个 未分别利润里面 那个本期实现净利润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经过评估增值 调整之后的 净利润 是不是 那么还有就是 除了 实现净利润 会影响 未分别利润之外 还有哪两个 那就是 提取盈余公积 还有分配 给新机鼓励 他们两个都会影响 都会影响这个 好继续 那么刚刚说过了 这两个 是一道长期股项投资的 最终就会影响 在步骤四里面 长头底投入权益时 这个长期股项投资 比如这个长头 应该是 个别报告里面 我们确认的长头 然后 再加上或减去 成分法 调权益法时 出现的长头 在接方有加 在代方有减 没问题吧 好继续 然后这边 实现经理论 我们是根据 调整之后的 公共经理论 算出一个 投资收益来 是不是 而这个投资收益 就是这边的 投资收益 两者金额是一样的 然后这少数股东权 损益呢 就是这边 调整之后的经理论 直接乘以 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持有比例 有这个金额 这两个金额比较好算 就前面算的 供应金利润 乘以母公司持股比例 就是它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就是它 就行了 好继续 那这个 公司里的 无益分分利润年末 就是 长头底所有选业时 这个 无益分分利润 它里面的金额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 T零应攻击了 还有分别金额鼓励了 一分别影响了 这里面的 无益分分利润计算 还影响了 这个分路里面的 T零应攻击 和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这个不用调 就是题目告诉你多少 你就写多少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整个 在当年年末 我们需要做的 账户处理 以及调整体调分路 需要经过五个步骤 以及它们数据之间的 影响关系 一定要分清楚了 其实我说过了 基本原理就是什么 就是找期末数 对吧 找期末数 那么因为找期末数 它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只告诉我们期初和本期变动 所以我需要通过期初和本期变动 来算出期末数来 所以导致特别麻烦 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表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 根据刚才 我的演示 一步一步 这数据怎么来的 你一定要把它看明白了 先把这些图看明白了 然后再到前面去做题 好了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个计算题 这个题目呢 就是综合了前面 我们所讲的所有内容 19年1月1日 假公司以银行从垮 5700万元 自非关联方处 取得乙公司80% 有表现权的股份 对乙公司进行控制 本次投资前 假公司不持有乙公司股份 其余乙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其他乙公司政策期间一致 当然如果不一致的话 那肯定是需要调的 至少我们中纪里面 不会说政策先不一致 问你怎么调 这个不用理他 一定是一致的 好 资料1 19年1月1日 以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 5900万元 其中股本2000 资本公积1000 盐运公积900 未分2000 除存货的供应价值 高约账面100万之外 现在的可别人资产负债 供应账面相同 存在平衡增值 对吧 有一批存货 公允大约账面100 评估增值100 那么这样的话 对他我们也进行处理 是不是 有评估增值 先做评估增值 要求 分别计算 讲公司 2019年1月1日 合并财务报表中 应确认的伤位金额 和少数股东权益金额 并编至19年1月1日 合并公司结稿中 相关的调整底套分路 那么19年1月1日 不就是购买日吗 是不是 也就是说让我们编 购买日的调整底套分路 那么先算一下 可编认金额产的供应价值 是多少 账面价值是 5900 因为 平价值的100 所以整个是5900加100 6000 商与 合并成本多少 付出的供应 5700 减去 可编认金额产的供应价值分额 等于900 然后少数股东权益呢 少数股东权益 就是可编认金额产的供应价值 就是当日的所有者权益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是不是 6000 千万不要用5900 这百百二十 因为当日的所有权益 包括评估增值的 资本公积100 所以合起来 其实就是 当日可编认的金额产的供应价值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算完了吧 这是简单 好 第二 将军文录 平衡增值100 先编 借存货100 带增攻击100 一定注意 有平衡增值的 先处理平衡增值 这第一步 你说要不要 有后续变动了 不需要了 为什么 你存货没有卖 没有变动 是不是 没有变动就不影响损益 所以别管了 这第一步 第二步干干嘛了 直接气底 长头和收入权益就可以了 借股本 盐云攻击 未付利润 这些 题目都明确告诉我们了 直接抄过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 然后那资本攻击 题目告诉我们是1000 但是 因为这边有平衡增值 我们又调增了100 和合起来 资本攻击 应用是1100 商业我们算过了 是900 所以借房 两大类项目 算完了 资本公司 当日的所有者权益 还有一个商业 定好了 带房 长头 这个5000 就是合并成本 就是我们的 出口头成本 或者说就是个别 报表里面 确认那个厂头 5000 这个不变 少数工程权益 就是这几个加起来 这几个合起来 不就是 可编认 金资产的供应价值吗 因为增值这一部分 加进去了 用它 乘以少数工程支付比例 就行了 最后看一看 借房合计 是否等待房合计 相等 一般没问题 不相等 那估计就有大问题了 好了 再看资料 2019年12月31日 一公司将 2019年1月1日 库存的存货 全部 对于出售 也就是说 评估增值 那些存货 已经全部出售了 那么它的成本 是多少 存货 公允价值 高于证本价值 是100 说明什么 说明在个别报复里面 我们上的账面价值 接转成本 而 合并层面的话 我们是应该照 公允的接转成本 说明按公允价值 接转成本 要比按账面 接转成本 要多了100 是不是 所以 进入到营业成本的金额 应该是多100 所以公允价值认 就少100 然后 再来 2009年度 以公司实现 经济认认600 提法令公司60 宣告并支付金钱 鼓励200 那你看啊 这边实现 经济认600了 我们要不要 成本法就选业法 要 你们成本法没作账啊 全員法也作账了 另外还有提取 法令公司 还有分配 薪金鼓励200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 未分配利润的 金额 是不是 好了 不要着急啊 一步一步做 然后下一步 肯定让我们算 2009年年末 相关的调整 就要分路了 还是一步步来 第一 还是先去调 平均增值 还是要把购买日的 这个分路 平均增值分路 再给我抄一遍啊 注意再给我抄一遍 那么第二 调整平均增值 后续变动的影响 这批存货全卖了 那说明 后续我们的 一页成本 要按照 公允价值算 你个别报复里面 按账面算的 所以我要再去截转 增值那部分的成本 所以借银益成本100 再从100 因为公允价值 比赞面价值多了100嘛 所以我要把这块成本 再补上 再截转成本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多了一个 营业成本100 所以啊 平均增值后续变动 我们调完了 然后再想一想 那调整之后的 净利润是多少 题目告诉我们了 600 那么这边呢 又调增了一个费用 100 所以公允价值论 应该是500 这好算吗 就账面价值论 减去评估增值 后续运动 对价值的影响 减去100 等于500 然后再算一下 那年末的 未分布利润是多少 年初多少来着 年初是200 要2000啊 年初2000 然后加上 本期实现的价值论 注意 用的是公允价值论 500 再减去 提应攻击了吧 提了法令 应攻击60 又分配股力 200 所以 未分布利润减少了 200和60 所以再减60 减200 这就是年末的 未分布利润 明白了 好了 平空增值 后续运动 做完之后 一定是把净利润 和未分布利润 你给我算出来 其他过程在这 调整之后减利润 是600-100 等于500 调整之后的 未分利润 是2000 是年初的 加上 本期实现的净利润 是调整之后的 减去 提供应攻击 减去分布的价值股力 等于2240 那这个未分利润 我们就用在 长期股权投资 抵所有权益 和投资收益 抵利润分配 这两个分路里面 第三步 就是把成本法 调成权益法吧 刚才我们是把 平空增值调完了 后续运动也调完了 然后下一步 我们就要把成本法 调权益法 这里面 调几个 调两个 注意调两个 一个是 被投资方实现净利润 我们做一个 借长投 代投资收益 这个金额怎么来的 一定注意 是前面调整之后的 公允建制论 乘以母公司的支股比例 那就是500 乘以80% 另外就是 被投资方 宣告分配信息鼓励了 这个调整分路怎么写的 我们前面说过了 是不是 借投资收益 160 代长投 160 这个金额是 实际分红的金额 你不是分了200吗 用200乘以80% 就行了 然后 陈梦克学研法 影响了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 所以 添书之后的 长期股权投资 等于 个别报告里面的 5700 加上这边 调增的 减讯率白调减的 加400-160 等于5940 没问题吧 你会发现 这两个分路 正好相反 那么可不可以把这两个分路 合并成一个 可以啊 当然没问题了 实际经理论 分布现金鼓励 签证分路 正好相反 你可以把它 合成一个 把这个抵合掉就可以了 但是 我不建议抵消 不建议合成一个 为什么呢 等会我们讲 投资收益 抵律论分配时 你就会发现 有问题了 好了 这个 添书之后的长投 我们知道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知道之后 下一步要干嘛了 那就是把 长投 抵掉 所有者权益 抵消长投 与所有者权益 那么股本 期初和期末 一样的 没变化 资本公期 也没有变化 而盈域公期 一开始是600 期初是600 我现在期末 不是又集体了60吗 所以盈域公期 增加了60 变成960了 而未分布利润 刚算过了 在这儿 2240 对吧 怎么算呢 再说一遍 年初的2000 加上本期 调整之后的竞争论 500 减去提的云公期 再减去分配的股利 就是2240 就这个数字 上位900 购买了这900 现在还是900 这个不变 然后长期滚投资 实行过前面 成本法 调权益法之后的 5940 这个数字 少数贡能权益 还是一样的 这几个 1234 还是这四个 用借房的四个 收入权益 乘以少数贡能 持股比例 就是他 送完之后 千万别忘了 借房合计 是否能 代房合计 检查一下 这是 长投抵 投资权益 那最后一步 我们就要抵 投资收益 和利润分配 那么借投资收益 这个怎么来的 依然是 母公司的 实验的经理润 这个经理润 依然是调整 之后的经理润 对吧 500 乘以 母公司的 持股比例 80% 而少数贡能 损益呢 也是这个500 其实20% 是不是 你会发现 这个400 其实正好就是 这个400 因为两者算法 一笔一样 一样的 但是同学呢 可能 不这样算 他去前面 找投资收益的余额 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代房于投资收益 这边分配先一股历史 我们借房 又挑了投资收益 然后呢 有同学就在抵 投资收益利润分配时 直接把他的余额抵了 400件1.6 去抵 240的投资收益 就这边形成240了 千万注意啊 再说一遍 这投资收益 就是这投资收益 所以我为什么不建议你合起来 因为合起来之后呢 你如果采用这种 到前面找 找数据的这种方式 可能直接找一个240 240又错了 所以你去找这个400 是不是 所以建议大家 就把它分开起 然后一定要注意 在投资收益利润分配时 不是去前面找 投资收益的余额 而就是被投资方实现净利润时 成本法 调权益法时 那个分路里面 出现了投资收益 就这个分路 就这个净额 或者你直接根据这个来就行了 就是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成为支股比例 就行了 好继续 年初的微分利润 2000 这个是提供告诉我们的 年末的刚算过了 是不是就这个数字啊 两个是一样的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这是分配这些股利 分了200 提应用攻击 提了60 全息出来 行完之后呢 还是把借房金额 贷房金额加起来 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 那说明一般做就对了 如果有问题 那可能就 那就是肯定错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最难的 这几块内容就讲完了 那么后面呢 涉及到一些抵消问题 比如说抵消 那么内部这篇债务啊 还有 未时间内部交易 损益的抵消等等 这些就比较简单了 你只要把前面这几块内容 学会了 那我整个 横报表 基本上 得分是没问题了 所以前面的 最重要的就是 我前面给你列的图 尤其是 购买日 当年年末 我的抵消处理 那些相关的分路里面 相关的数据关系 你一定要看明白了 并通过题目啊 不断去强化你的理解 与记忆 这块一定要掌握 再看第三个抵消 是应付账款 与应收账款的抵消处理 当然这边呢 应该是内部债权 与内部债务的抵消 那这边呢 我只与 以应收和应付来举例啊 那么还有别的 债盘债务抵消 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 这个抵消 其实就是把 个别报表里面 我们做的账务处理 但是合并报表角度呢 他不认可那块 是不是给抵消掉啊 那么对于内部的债盘债务 你想一下 我欠我替陆同事十块钱 那么从个个人角度来说 我是负债十块钱 对他来说呢 是一项资产 应收十块钱 但从整个家庭角度来说 你欠我十块 我欠你十块 这个无所谓的 是不是 所以整个家庭来说 我是不认可这笔交易的 就不认可这个债盘债务 所以我就需要把 个别报表里面 针对该笔债盘债务 所做的所有债务处理 全部抵消掉 那我们看一下啊 在个别报表里面 我怎么做账 首先 确认债权方 我是做了借应收账款 什么带什么主营业务收入啊 西向税格等等这些的 反正出现了应收账款了 那么对于债务那一方 他是确认什么借源材料啊 等等这些的 然后带的是应付账款 是不是 所以对于债盘债务 一方确认了应收 另外一方确认了应付 那么假设呢 确认应收一方 他认为那个钱可能收不回来了 然后呢 集体了花账准备了 那分路是 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的是坏账准备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个别报表里面 我们母子公司 或者子公司之间 我们这样做的账 那么既然合并报表 我们都不认可 那就需要把这所有的债权 债务及相关的账户处理 全部抵掉 那怎么抵啊 第一步 先去抵消内部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那就把这个应付收啊 和这个应付抵掉 这个应收原来在借房 因为增加了在借房嘛 这个应付是负债 增加在贷房 那你要把它抵消掉 你就反过来 所以借应付带应收 有多少抵多少 别说我要做当成年末的 那么你就看看 年末我到底有多少应收 多少应付 全部抵掉就可以了 两债肯定相等 因为我欠多少钱 我欠多少应收 你就退你多少应付嘛 是吧 两者肯定相等的 另外呢 一方 在全方 他对应收账款 还激起了花上准备了 那做这个分路了 这个分路呢 我们是不认可的 所以把它也抵掉 那么另外注意 坏账准备这个个别报表里面 我们叫会议科目 但在报表里面 其实我们是记在应收账款里面的 是不是 因为在填应收账款时 我们是用应收账款的余额 减去坏账准备 所以在报表里面 我们是体现在应收账款 这个项目里面 那么在底子的时候呢 我们底子是啊 报表项目 所以借应收账款花上准备 再来是信用权的损失 那么就把这个给抵掉掉了 这边注意啊 把这个抵掉掉了 好了 就这么简单 计算题 假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假公司2019年 向乙公司销售商品 在个别资产账表中 对乙公司内部应收账款余额 是475万元 基地花上准备 25万元 乙公司个别资产账表中 对于假公司的应付账款500 为什么这边应付500 这边应收475 你刚刚不是说两者相等吗 你看啊 个别资产账表中 已经说到资产账表了 我们填资产账表时 这个应收账款 我们是要用应收账款余额 减去坏账准备的 那就说这个475 是应收账款余额 减掉了 花上准备25之后的余额 所以你说应收账款余额多少 是不是就是475加25 这不正好500啊 那正好就是应付账款500 这是19年 然后2020年 假以公司的应收和应付 没有变化 假公司基地的花上准备 也没有变化 假定不可理所得税 那编制 19年 2020年 假公司编制合并报表时的 抵消分路 那么要抵什么东西啊 一个是 把两者的债券债务抵消 另外就是 对于 假公司来说 他还记提了 坏账准备25 所以我们还得把 记提坏账准备的这个分路 给他抵消掉 第一步 先抵消 内部债券债务的余额 借应付500 带应收500 抵消时 应付在借房 应收在贷房 两个余额都是500 另外呢 对于债券方 假公司来说 他还记提了花上准备了 那把他再抵消 底下就是 借应收 带的是 信用减着损失 25 就做完了 然后到2020年 还是一样的 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应是应付没有变化 然后换上准备 也没有变化 那这样的话 我只需要 把他的余额 再抵抵消就可以了 那其实就是把 上面的分路 给我复制过来就行了 把上面的分路 复制过来就行了 但是有个问题 这边是一道 损益类了 那么只要是 我们要抵上年的 那么就要把上年 是一道损益类 这些项目 把它都替换成 未分配利润年初 所以你就发现 这个账户处理 这个第一个分路 第一个是一样的 第二个 你只需要把 信用减着损失 换成 未分配利润年初 就行了 这就做完了 这个不难吧 好 下一题 接上了假设 假公司2020年 对已公司的 应收账款增加200 对该笔应收账款 记得花生准备 10万 其他情形不变 那编制2020年的 底下分路 那么这个是 2020年 应收账款发生变化了 应收账款增加了200 对这个200呢 又记提了 10万的花生准备 那你说我该怎么提啊 一方面 我要把上年的 余额给抵掉 另外今年新增加的 我又给抵掉 是不是 其实呢 我需要抵的是什么 抵的是余额 抵的是 本年年报的期末余额 但是呢 这个余额 我要用期出余额 和本期变动额 来算出来 所以啊 要么就是 你抵一遍 期出余额 再抵一遍 本期变动额 要么就是 直接抵最后余额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两种方法 一块地做啊 第一步 我先抵掉 2019年的 2019年的 应付应收 500抵掉 然后对应收 花生准备 再抵掉 然后把这个 无畏分布利润年初 抵掉就可以了 然后20年 新的变动额 我再抵掉 就是把期出抵完了 然后再抵 纪念的变动额 借应付200 代应收200 然后再抵掉 针对这200 记得花生准备 借应收 10 代应收损失10 这个不难吧 注意啊 这个不是说 2019年 我的抵掉分路 这是2020年 抵掉分路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在2020年 我要先抵上年的 再抵今年的 说到从头开始抵啊 所以2020年 我要先把 2019年抵掉 做这个分路 然后把损益率 换成 无畏分率 建出 我再抵今年 变动额 就可以了 我们一般原子 都是这样的 就先把 期出预额 抵掉 其实就是上年的 年报的预额嘛 然后再把 今天的变动额 抵掉 就可以了 那么今年 你在抵的时候 今年的损益率 就不要用 无畏分率 年出了 等到下一年 再抵今年的时候 你再把它换成 无畏分率 年出就可以了 这第一种方法 先抵 期出预额 再抵 本期变动额 或者你直接抵 期末预额 那么看一下 19年 应收额 付出500 今年又增加了200 所以 期末预额多少 期末预额 不一共是700吗 所以变成了 既额 付700 再营收 700 然后你再把 花上准备抵掉 花上准备 应用多少了 去年我提了25 今年提了10 应用是35 是不是 那再把这35 抵掉就可以了 既额 营收 35 只不过呢 这个35 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是 上年的25 一部分是 今年新增的10 所以上年25 我要改成 未分为年初 今年的 新年损失 10 就行了 所以要么是 把上年的底调 再抵 今年变动额 要么就是 直接抵 今年年末的 余额 应收应付 应用700 然后花上准备 应用35 全抵完就行了 其实你把这 两个分数加起来 不就这个吗 对吧 两种方法都可以 你看你怎么理解啊 怎么理解 好理解 你就怎么去做 好了 最后一个 存货价值中 包含的 未实现 内部销售损益的 提高处理 这个其实呢 我在一开始 举例的时候呢 就举这个 就是 A把一批货 卖给B 成本80 卖给B100 B那我卖 卖150 还记得吧 那么如果是 全部没有销售 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有 未实现的 内部销售损益啊 那么这个内部销售损益 多少 20 是不是 因为A卖给B 成本80 卖给B100 那这个 损益没有实现 所以整个的利润 是20 底的时候 建议业收入100 代议业成本80 存货20 这个方法怎么来的 如果你忘记了 就到前面啊 再听听 一开始我讲那个例子 那么如果全部销售了 这时候方法是 建议业收入100 代议业成本100 那就没有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了 你们都实现了 都卖了嘛 你只需要把 内部的销售损益 抵掉就可以了 那就是 卖方的收入 和买方确认的成本 抵掉 那就可以了 好了 看具体分路 第一 抵消本期 商品销售收入 建议业收入 代议业成本 然后第二 抵消期末存款中 未实现的内部销售损益 建议业成本再存货 那么这边就一个分路 这边怎么成两个了 其实原因呢 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 如果全部未销售 我们这个20 就是内部销售的利润 对吧 如果全部卖了 那就没有这块了 没有未实现内部份了 所以就没有存货了 但如果卖掉了60%呢 那这样算起来就比较麻烦 所以干脆呢 我换一种思路 我这样想 我假设他全卖了 注意 假设全卖了 是不是做这个分路啊 这个金额 就是内部交易的卖家 100 然后再去抵消 期末存款中 未实现的内部销售损益 分路是建议业成本再存货 这个金额怎么来的 就是内部销售损益 就是内部销售利润 乘以未销售部分比例 假设 刚刚的例子里面 我不是卖全卖了 我是卖掉了80% 那这个分路怎么写啊 首先借银业收入是100 带银业成本100 就是假设全卖了 假设全卖了 那就抵掉 卖方的银业收入 和买方的银业成本 然后再抵未实现那部分 我卖了80% 还有20%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借银业成本再存货 进行多少 应该是 未销售那一部分 所对应的利润 就内部销售利润 那么总的 内部销售利润是多少 是100减去80 我卖了80% 还乘以20% 再乘以20%就可以了 这是20乘以 24% 那你也可以把两个分路 合起来 就变成了借银收入100 带银成本是96 然后存货4 这就没有了 所以借方银业成本 与带方银业成本 是不是底下掉了4啊 对吧 你可以合起来写 但这样写 会简单一点 因为还是一道 第二年的账务处理 如果第二年的话 这个存货金额 也是未销售部分 所对应的利润 而这个未销售部分 包括了上年没卖完的 和今年没卖完的 所以它是个余额 注意它是个余额 所以这个呢 是采用另外一种思路啊 其实原理和前面 我们讲的原理是一样的 第三 逆流交易下 抵消存货中包含的 未实现那部销售损益 属于少数股东的分摊金额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首先呢 你想想 如果是未实现这一部分 我们母公司 在确认我们的利润时 实际上这块利润 包括包含在里面 不包含在里面 我们要把它抵消掉 是不是 只不过我们前面 再算调整后的 公平纪利润时 有没有考虑这一块 没有考虑这一块 注意啊 那边没有考虑 这边单独去考虑的 它和长途那块不一样 单独考虑 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分路 那问题是 我们考虑了 那么少数股东这块 你要不要抵消 要抵消 假设本来张宾净利润 是100 因为那部交易 抵合掉了20 对吧 抵合掉了20 那么如果 我持有80% 按张宾算的话 少数股东 是应该是100乘以20%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现在只有80的利润 所以少数股东的损益 我们还得再抵一部分 就这个20不算的 要减掉的 你不能用100乘以20%算 你能用80乘以20算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再抵掉20乘以20% 你说这个利润减少了 那我们的公平纪利润减少了 那少数股东那一部分 也减少了 那就要抵掉 那分路是 减少股东权益代成股东的损益 这个分路呢 也可以做相反分路 反过来做也可以 关键是这个金额怎么算 我们看提示 金额为抵消分路 损益类项目的余额 乘以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另外少数股东损益的方向 与损益类项目的余额方向 相反 这是两句话 两个点 一个是金额怎么计量 第二是方向 少数股东损益 到底是在借方代方 那么金额怎么算的 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面 这个是100 这个是100 这个是34 对吧 这个是4 你就找这里面的损益的余额 那这是损益 这是损益 这也是损益 那这两个损益都是100 底下掉没有了 所以总的损益的余额 借方100 代方100 借方这边还有个4 借方104 代方100 所以余额 代借方是4 这没问题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前面 抵消方数里面 所有的损益类项目的余额 给找出来了 是4 在借方4 所以这个数字就是4 乘以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20% 就行了 然后方向呢 你前面损益类余额 是在借方的 那么少数股东损益的余额 就在代方的 这边注意啊 少数股东损益的方向 与损益类项目的余额 是相反的 好了 这是 关于少数股东损益的抵消 那么另外呢 这边其实还有一个 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 只有在逆流交易下 我们才需要抵消 而顺流交易 不需要抵消 为什么 我们长期股东都在那一块 我不管是顺流还是逆流 是不是都会抵消啊 是吧 但为什么合并时 只有逆流需要抵消 做这个分路 而顺流不用做 你想一下啊 假设 A卖给B A是母公司 B日子公司 持有80%的股权 有20% 是少数股东持有的 这个没问题吧 假设他们两个 有内部交易 A卖给B 100万 成本80 那么这个利润 都属于谁的 属于A的 和少数股东又没关系啊 没关系 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这是顺流 所以顺流那部分利润 要抵消的话 我们只需要抵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和少数股东损一 没关系 但是顺利润呢 如果B卖给A 成本也是80 卖100 那么他创造了20的利润 对吧 这个20利润 你要注意了 因为他是子公司 我们不是全资 我们不是全资子公司 所以这20%里面 有80% 是归属于母公司的 有20% 他是少数股东的 明白了吧 所以 我们只有在逆流交易下 才需要抵消 这个20乘以20%的 少数股东损益 而顺流下 这个利润 都属于A公司的 和少数股东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那就不需要抵消了 在这边记住了 可能会直接考判断题 另外呢 综合题的考核的时候 要注意 你要看清楚了 到底是顺流 还是逆流 那么如果是顺流 要不要做这个分路啊 不需要 就到这儿结束了 如果是逆流 又不是全资子公司 那么你就要再做 这样一个分路 这地方要理解怎么回事啊 好了 看计算题 假公司 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是有乙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权 2018年 乙公司向假公司 销售产品100万 成本80 假公司对外售价150 当年假公司售出80% 假设不考虑所得税影响 这是 以公司向假公司卖 是顺流还是逆流啊 逆流 另外呢 持有百分之百的股权 是全资公司 所以有没有少数股东损益啊 没有 没有少数股东 那就不需要去啊 抵消了股东权益 和少数股东损益了 所以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 第一步 假设全卖了 建议营业收入100 代议营业成本100 这个100是不是就是以卖给假这个销售收入啊 销售价格100 这个100是不是也是假公司买过来 确认的存货的成本啊 所以建议营业收入100 代议营业成本100 假设全卖了 那么另外就是 再抵消掉 未实现的一部分 所追用的利润 总的利润是20 就100减去80嘛 总利润是20 我卖掉了80% 没卖的是20% 所以再抵消掉 20%的利润 20成本不是24 建议营业成本4代存货4 就行了 那么假设 这边不是持有100% 80% 你说该怎么做了 那么这边 建议营业收入代议营业成本 这是不变的 一样的 那这边建议营业成本4代存货4 这是多少 这个还是一样的 是吧 这个20% 注意啊 是他因为卖 也有80% 所以有20%没卖 所以我们做这个分路 这个不变 另外 因为这时候存在少数股东 又是逆流 所以你还要再写一个 借 少数股东 权益 代少数股东 损益 这个金额怎么来的 金额就是 未实现那一部分 注意营幕 未实现那一部分 我们集团内部承担了80% 小数股东承担20% 所以我把小数股东承担20% 递交 那就是4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20% 可以了吧 或者你直接找 损益类账户的余额 借房100 代房100 没有了 借房4 是不是就是借房 还剩4啊 那这些是 损益类余额是4 4持乘以少数股东 损益 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4持乘以不较是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 损益类余额 是在借房的 所以少数股东损益 是在代房的 这个没问题吧 这个分路也要注意一下 假设 假公司持有义公司 90%的股权 其他条件不变 那这个呢 和刚才我说的80%是一样的 前两个分路 没有变化 这是我们母公司 和少数股东没关系 所以它没有变化 另外 这时候呢 借房100 代房100 借房还有个4 所以剩余在借房 有一个损益类的余额 是4 4直接乘以 少数股东支付比例 10% 0.4 另外这个4呢 是在借房的 所以少数股东损益 在代房0.4 借房少数股东权益 好了吧 好了 这是我们合并报表的相关内容啊 这个内容的确难度比较大一点 那其实后面啊 什么债权债务的抵消 以及 未实现金不消息 损益的抵消 比较简单 那么主要就是前面 那几个步骤 再总结一遍啊 首先第一步 一定是先抵消 评估增值 如果是购买日 抵完评估增值之后 下面 直接是抵长头和所有的权益 购买日 就两个分数 没有了 如果没有评估增值 那就直接去抵 长头做出权益 就行了 那主要就是当年年末 我怎么做 有评估增值 先抵评估增值 那么第二 还要把成本法调成权益法 第三 就是长头抵做出权益 第四 最后一步 就是投资收益 抵利润分配 这个步骤 不能乱啊 不能乱 那你可能会想 那么后面这些 什么内部债盘债务抵消 以及内部消息 准益抵消 我什么时候做啊 这个顺序有没有说 必须谁在前谁在后啊 这个没有 你先做后面两个 就内部债益债务 以及内部消息 准益抵消 你先做这两个 然后再做评估增值啊 什么成本法调捐益法 是可以的 你先调 评估增值 成本法调捐益法 那四个 最后再去抵 内部债盘债务 以及消息存益 内部消息存益 都是一样的 这无所谓 但前面有的四个步骤 一定要按照我说的步骤来 千万别忘了啊 把我前面做的图 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你最好自己画一画 自己把分数写下来 每个数据从哪里来的 把它先理解了 记住了 然后自己去画一画 这个图非常重要 好了 各位学员 我们合并报表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